那不是有看到官方的那個網站影片嗎 第一個步驟是不是先把基礎建設做好 我們 有窗有牆壁有地板了 接下來是不是要設定什麼 你們家地板用什麼材質啊 牆壁要切什麼顏色的啊 那我們先從地板開始 你看 你在地板 記得用那個箭頭的工具 箭頭工具來 點他兩下 咚咚 有沒有 咚咚好了 然後你看這邊 地板 浴色你可以用 純色 就是單純顏色 然後第二個你也可以用紋理 那紋理就是我們講的材質 來各位你看一下我的桌面 請問 我這個桌子跟石墨 石墨的可能 這隻可能不會在這裡出現 因為我們都是貼體的嘛 對不對就是裡面可能就是一般的木頭 就是那個 所以紋理就是那個概念啊 也就是我把一張平面圖 把它貼進去 啊他就把它包起來 這樣包裝紙這樣包起來 好 那你看 我們中文化作者李先生 就幫我們準備了好多 而且你看都有中文的有沒有 有沒有看得很清楚 萬一沒有你要的 直接用搜尋的 對不對 你可以直接搜尋 然後你的地板你想要用木頭的 想要用大理石的 你就點一下右手邊就會出現 這樣 有 了解了嗎 對不對 第一次感覺 喜歡就好 沒有預算上去 我跟你講為什麼 我用這個軟體然後從小到大 大家都很喜歡 因為 我發現 大家都有一個夢想 我想要自己房間怎麼設計 對對對 因為你很多基於限時你沒辦法嘛 對不對 沒辦法說直接這樣做 但是這邊你可以喜歡怎麼做都可以 好那你看我按 選好了按確定按確定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的地板就變了 那我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有些紋路啊 其實你需要大一點 才會比較好看 有些紋路可能就小一點 那怎麼辦 你看我點兩下 一樣點兩下進來 也是進到紋理喔 好我們剛剛是直接選了就按確定嘛 你看他的右手邊 我紋路還可以位移喔 對不對 有時候說稍微差一點點 甚至我可以轉個角度變大一點有沒有 比如說我把它變200 200% 那代表 面積是變4倍 因為水平跟垂 就是長跟寬變2倍嘛 面積就變4倍嘛 好你看喔 你來看看那個紋理的感覺 有沒有變比較大一點 下面有沒有變大 那如果你不要這樣 水平的 我也可以幫他改個角度 因為有些紋理啊 其實你轉一個角度效果比較好看 真的真的 你看我這樣這樣子 有沒有 你都可以轉啊 這個163D他就是都還蠻靈模的 OK 他真的都沒有你要的 你可以口號求救 去外面找 或者找AI幫忙 好網路上有很多這種 所謂的殘疾 你可以拿來用 這樣 地板會不會做的 會了喔 好 再來我們要做牆壁囉 所以你只要點兩下 就可以了 那我們 現在來看看牆壁 牆壁也是 異曲同工之妙 可是各位 我問一下 你們家的內牆跟外牆會是有一樣的嗎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我們牆就有分內牆跟外牆的材質 好那 你來看一下 我點到這個 牆壁 你們認真 看一下 牆壁 你自己隨便點個牆 你會發現他的前面跟後面 是不是有個箭頭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箭頭 代表什麼意思 當初你畫這道牆壁的 方向 以我這道來講 我就是從左邊 往右邊畫 所以 人 站在這裡 人 站在這邊 你從這裡看過去 哪邊是左邊 哪邊是右邊 上面是不是左邊 對不對 下面是不是右邊 可是相反的喔 我做牆壁是從右邊畫過來 我人就站在這裡 那你知道 左右有沒有相反 所以 牆壁他是分左邊的牆跟右邊的牆 但是你千萬不要記得 到底 就是哪一邊才是那個 跟你畫的方向有關係 這樣理解喔 好 那所以我的上方是左邊的 對不對 好你看喔 就點一下牆壁兩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寫 左邊的牆 跟右邊的牆 順便跟各位看一下 我們這邊 教室會是沒有 你知道 他也很貼心喔 踢腳板 各位 知道什麼是踢腳板嗎 外面有喔 好好好 就是 牆壁下方是不是都會有一條 因為那個 腳常常踢到嘛 所以很多 都會比如說用的 塑膠板 或是 擦比較深色的那個遊戲嘛 這樣才不會看到 踢得黑黑的啊 所以他也有 這樣了解 好這叫做這個 那我們現在 先看左邊的牆 就是外牆 我一樣按一下文理 那你就可以在下面這邊 自己找喜歡的 如果我要一個 那個磚牆的話 你看喔 我要一個磚牆 我找看看 我找一個磚牆 好這裡 你看有沒有 像這樣子 好我的外牆 假設你要 古色古香的 好 來你看 我的外面有沒有就有了 蛤 啊沒有啊 我只是用標準的方法跟你介紹啊 你知道我後面有留一刀 哈哈哈哈 好這樣子 一邊的牆壽都做對了 另外內牆 你就可以怎麼樣 就是 再確認一下 當然其實說真的 做這邊做錯了 再顛倒過來就好了嘛 對吧 不過這個命中率 比你買得到還高 因為50% 好來 那你內牆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看你要什麼樣的 比如說你要大理石的 還是要木頭的 你都可以自己 自己找你喜歡的 有沒有感覺 都中文的 看起來很熟悉 所以我就覺得說其實 我們有中文化的 你看 同學如果用線上版的 完全感覺不一樣 線上版的東西有沒有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 我是希望各位不用那麼快就泡泡求救了 所以才會想說幫大家整理一下 你會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如果你沒有做這些 其實就比較可惜 OK 你看 他還有米獅子 各位現在外面比較少看到米獅子 因為米獅子會有產生那個泥水 所以有些現在外面比較少這樣做 但是有很多時候這個是不錯的 就是施工帳 比較麻煩一點 好 這樣沒問題吧 自己挑好 看你要哪一種的 如果你挑好了 確定 確定 這樣是不是 兩面都有了 內牆外牆就好 另外一個牆壁 當然可以用這種方式 直接做 是一個方法 好 但是 既然 有通訊問了 有沒有偷懶的方法 有啦 我問一下各位喔 你在Word裡面 你有沒有用過一個刷子 那個刷子是要幹嘛 要複製格式 對不對 使用程度也有 所以呢 你就把這個牆壁 複製 按右鍵也好 Ctrl加C也能 按右鍵 有沒有複製 好牆壁複製 但是還不要那麼急著貼上 點到你要套用他樣式的那個牆 我現在是有一個右邊的牆 好我選到他了喔 我按右鍵 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做貼上式樣 這樣就好啦 這樣不就一模一樣了嗎 這樣有了解了吧 這樣可以的喔 所以偷懶 有偷懶的方法 只是說你基本的 你一定要先會判斷那個牆壁的方向 你會判斷的 你才會做正確嘛 不然你就是要再多做一次 要看他畫的方向 啊其實說真的 牆壁也不是一定只能這樣直直的 有些牆 像你看我們後面那個牆 就是那個鴿 這是有弧形的 我們使用三字也可以有弧形的 這畫的家來 你看一下 如果你喜歡有弧形的 你看我們剛剛用這樣拉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在前面這也有這個 啊我要遠遠的 你就來這邊點到他 來拉一下 把這裡 有沒有 這樣就有弧形的喔 你看 那如果你要指定角度怎麼辦 當然就點進去啊 咚咚 你看喔 咚咚 有沒有一個叫做胡角 胡椒是差一點點 你要45度 一對 有沒有就比較近來一點 這樣理解了 不過如果你的那個門 跟窗 你如果有這種 就會比較麻煩 他裡面有那個有弧角的那個門跟窗 但是在標準的沒有 你必須要像我這樣 因為 我們裡面有一個弧形窗 好如果你不確定你可以用關鍵字 你看我找一下給各位看 弧形的 來你看我找一個弧 因為我忘記他在哪一個類別 有沒有用關鍵字找 弧 你看 這個 窗都是有弧形的 這樣可以理解 你就可以再稍微微調一下 就是一般的那個 那個什麼 門窗 它會是直的嘛 所以就不太適合 像這種 就是弧形的 那你想看看 既然這個 牆壁變弧形的 請問地板要不要變弧形的 要 要喔 那怎麼辦 用切的 你瘋了 來來來 我先把我這個我先復原一下 我在旁邊做一個 好不好 這個 千萬不要幹傻事 我問一下喔 我們如果要做一個 假設我要做一個 像這樣有弧形的 可是你剛剛用牆壁用地板 請問都是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有可能變圓了嗎 不可能啊 對不對 對不對 畫圖 我們畫圖 要怎麼樣才會變成圓的 要點很多點 然後讓它逼近成圓 對不對 那就是這個概念 可是我要先畫牆壁 來你看一下 這樣 我就先把牆壁變封閉喔 然後到這邊 啊對了 你看我這樣 框不起來 對不對 怎麼辦 這樣就不能在裡面 增加那個地板 所以呢 我們使用3D有一個功能 你要自己拉過去是有方式啊 但是我把這兩面牆 選起來 按右鍵 有一個 叫做牆接合 有看到嗎 這樣子 有沒有接起來了 這樣 接起來比較漂亮 好那我現在接好了 我把這個 管理是什麼 奇形怪狀 因為現在很多設計師會說一些奇形怪狀的 好就是 跟我們所謂的常態施工不一樣 這樣 有沒有這樣有一個弧形的 啊我 就用這個地板工具 要認真看這個 小技巧 現在牆壁是封閉的 有沒有就做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它怎麼幫我們做 有沒有用很多的點去逼近 這樣是不是就接近圓 你要自己點 拜託 把舉委拜託 那你這樣用好了 是不是要把牆拆掉就好了 這樣瞭解 對啊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那你把它拆掉你就可以達到你要的目的了 或者你把它拿出來吧 這樣不就有一個了 所以雖然我一直強調說 實用殘疑 建模的能力是比較弱的啦 他只能用這樣 他不能像一般那個標準殘疑的你要怎麼畫就怎麼畫 可是至少他基本的也可以像這樣玩 這樣就可以拿一些東西 做出來 真的還超過他範圍的 就只好 我忘了就這樣 這樣會了嗎 可以啦 所以你要一點弧形角度的其實都可以的 OK 這樣 沒問題了 材質會上的樣式會複製的 好 接下來就準備放下去囉 欸